而至于在国内台北市在今天午后也下了一场雷震雨 没有想到才几个小时的雨 位在京华地段的东区巷弄内居然就积水六公分 虽然不算太严重 但是居民却是积院已久的老毛病 所以议员在好雨当中也特别带队突袭会刊 结果发现为这样子积水 因为当地根本就没有排水沟 台北午后的这场雷震雨又大又急 但是雨势也没有猛到会积水吧 既然下了一点点雨 我们现在已经是淹水六公分的这个深度 台北市议员张茂南头戴斗笠冒雨测量 短短一个小时已经积水六公分 这里不是别的地方 可是台北东区做生意的精华地段 而且积水已经是民众抱怨的老问题了 这一块这一块 多少年了 这很久了 对 而且要好几天才会退掉 要好几天啊 这样做生意不方便吗 非常不方便 为什么一下雨就淹水呢 原因竟然出载没有排水沟 有钱去办花坡 这里不来做水沟有办法 经过议员成型说 没有排水沟这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尽数来办理改善 依照规定的话 是五公尺会设置一个水沟盖 但是你不要说五公尺 要设置一个水沟盖 现在连水沟都没有哪里有盖子呢 被市议员叫来骂 点出问题所在 公务局才愿意动起来 如果市议员不来这种逢雨闭烟的情况 当地居民不知道还要忍多久 明镜新闻蔡荣仁台北报道